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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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剪定夾的这个刀口方向 跟它的叶絮方向是平行的 這樣平行的切入以後 我在牙的上面 直接就把它剪下一刀 這樣就完成摘新的一個動作 他摘牙方式我用我的手指頭 把它捏住以後往下一扳 他就可以把它弄斷掉落 這就是所謂的摘牙 我們在摘葉的方式可以用手 直接把這些葉子片片的拔 但是如果要快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手抓住枝條 由上往下這樣一搓 這樣的話會比較快速的把葉子摘除掉 順著葉形 慢慢的把它修整 有個弧度 盡量不要剪直線 然後右邊剪完以後 再剪另外一邊 我們也可以利用裁縫的那種剪刀 來做修葉的動作 也會很便利 好 摘蕾 三材花的摘蕾 同樣的每一節只要留一朵花就好 往下開的視覺角度不太優良 所以我們可以把下面的花蕾 用我們的拇指 石子 捏住這個花苞以後 往順時針的方向一轉 就可以把它摘落下來 摘蕾 摘蕾就是把這個花朵已經卸掉的部位 找下方的結上這個位置 把它做一個平撿的動作 這樣直接把它剪掉 摘蕾就是將這個果實成熟的部位 摘下來之後可以加以利用 用我們的剪定夾 在這個果梗的下方位置 然後我們的左手把它弧持住 再把它剪下來 就可以取下這個果實 那在剪的時候 可以把我們的刀子 從這個枝條的枝序方向披型 直接把它剪掉 那正確的方式是用左手固定 右手動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很精確地剪除 剪了以後往左邊一撥 這樣可以把樹葉拋除到外面來 就不會壓在樹蓋上面了 我們必須以極限道領環為角度 把這個幹頭的不良枝去除掉 枝條稍微固定好 前推放輕後拉用力 這樣的方式把枝條去除掉 這樣的方式把枝條去除掉 先讓它吃掉 會否則要注意 我的頭髮 我們會不會有的 我們會不會再做 我們會不會再做